昨晚那个大哥拖完车就把车放在这里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车 然后这是半轴断了 这个避震这里 直接就弯了 这个避震估计也要换掉 这边还有 这边估计也有一些部件 可能要检查一下 然后还有护板的话 就是漆直接就拉掉了 这边 这边直接就撞在排水区 那对面都有泥堆上了 这个边还好 这没什么事 主要是这个 这个电榻直接就断了 合不上了 直接断开了 这个地方不知道是不是撞凹了一块 这个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撞凹了一块 别的要去4S店做检查了 我感觉前轮可能会出一点问题 车的话现在已经送到菜园4S店了 把这个车卸下来 现在把车放在这个4S店 大概配件到的话 要等个七天 加上换大概就七天左右 工期是七天 然后这个拉杆 然后这个拉杆 拉杆 这个 这个大 然后这个直接就撞成这样 先撤吧 先回去 这几年就开不了车了 先给了两瓶水 然后停车费的话 路车牌没要钱 真的挺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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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